哈嘍 我們到台灣啦 好多人呀 哈嘍 大家好 今天是第二天 昨天太忙了 然後就沒有來得及給你們看我們住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充滿了小熊的房間 非常的可愛 還有一個超大的熊 大家好 昨天晚上很累很累 然後到了以後雖然很累我還是跑出去逛一下街 這個 一人水 這個一人水 之前我在 BGO這個網站上買過 然後寄到新加坡去也是這樣一盒 我買了兩盒早就喝完了 我覺得非常好喝 就在辦公室裡非常方便 這個面膜我本來是不打算來台灣買面膜的 因為那些面膜大多都是什麼補水呀什麼的 然後我在日本也買了很多了 但是我看到這個Neutrogena我就忍不住了 因為之前不是說范冰冰推薦嘛 然後新加坡也一直斷貨這塊 然後它這個8片加8片16片好像是600多台子 150人民幣 我覺得也不太貴 所以就還ok我就買了 哦這是一個訪問貼今天會帶出去玩 今天要去森林公園 黑糖吃的想嘗一嘗 Perry Pera他們家的唇釉 因為新加坡沒有這個牌子 所以我一直也挺想試一下 本來我是看中他們家的奶瓶 但是奶瓶那個它是霧面的 然後霧面我就覺得很乾不是很好 然後他們新出的這個亮面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1號草莓色 一個是3號西瓜粉紅 兩個都很青春的那種顏色 買了一個機甲油是這種霧霾藍的 本來我買的是那個千夫戀那個牌子 但是我後來逛的時候不知道這個有什麼牌子 我就遇到了這個Ducato這個牌子 然後它是霧白藍就是藍色再偏灰一點 比千夫戀那個更偏灰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會更符合我的要求 然後我買了一個這個Sweet SweetSweet他們家的腮紅 這個腮紅是06號焦糖色 為什麼買它 因為它放在他們貨店上正中間 然後說這個是最近銷量第一名 然後我就 本來我是想買欠力的腮紅 我才看到這個我就說那好吧我就買那個吧 這個是一個比較中紅中紅一點的顏色 感覺是很自然的 然後也可以當修容的 剛才跟那個唇佑一起買的是PerryPerry他們家的這個 卸嘴唇的卸妝乳 就是因為老是用那種 那個叫什麼呀 那個韓國的那種染唇液 就很難卸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用 那個嘴巴會比較容易卸掉一點 還有這個一元消臭滴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在日本吃到非常好吃 然後我還買回來給小宇吃 他也覺得很好吃 但是我昨天在抗試美肌看上一包了 這兩天我看到 如果還有的話 我肯定會再買幾包 最後就是兩個底妝 這個是 涅愛魔鏡他們家的牛奶美肌生粉餅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這個在料妝店裡面好像還都 架貴是空的 我還得去問那個售貨員 他才從那個收銀台裡面拿一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就準備出去玩啦 等一下再跟你們錄啦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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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